风云区瑞穗国早六年级的小朋友运用课堂上所学 规划了一整套的健康饮食 校方为了让学生实际体验 就规划要与长辈一起来完成这一桌的佳肴 他们从食谱讨论 准备食材烹调等等 都与长辈相互沟通 这一天众人是近两个小时的料理下 终于完成了这一桌美味的佳肴 原居学堂就表示了 让学童跟长辈一起合作互动 也让老幼共学更多元 也更活泼 学童们与长辈讨论过后 接下来就是开始制作美味的佳肴了 孩子们从切菜烹煮料理全都自己来 他们今天要完成六道美味的料理 等等就是要与原器学堂的长辈们一同来分享 我们会学到的就是雪鱼啊 它要怎么的切啊 然后还有它的肉质啊 然后还有要怎么料理啊 这些我们统统都学得非常的彻底 比较学到更多的食物要怎么做 我们这组准备了鸡蛋布丁 选择的原因呢 应该是因为阿公阿嬷齿不好 所以可能就是尽量调一些软的东西 一开始从需求反问开始 那阿公阿嬷喜欢吃什么 先调查 调查后回去他们就要研究一些食谱 他们透过数学算出20人份比例之后呢 就会进行一些菜单的编册 那编完之后呢 他们还是要跟阿公阿嬷问一下 我们这样子的食谱是可不可以的实现的 那阿公阿嬷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进行一些指导 六道菜色端上桌 有鱼番茄炒蛋高丽菜等等 这都是瑞穗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们 运用课堂上所学 规划一整套的健康饮食 校方为了让孩子们实际体验 就与元气学堂的长辈们合作 要来完成这跨世代的课程 可以传承给孩子 然后孩子也很愿意学习 所以他们我觉得这样的传承 对长辈来说跟孩子来说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互动 然后也让这个 他们的整个的心情上面 得到一个很棒的抚慰 孩子们用轻松胡扑的方式 介绍佳肴展示学习成果 也从中鼓励长者分享自身的经验 让长辈感受到被需要性 从中获得成就感 今天这一堂老幼共学的课程 可说是最佳典范 期待的欢迎你们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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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